刘暖西如果承认了当时 金谷和我承认了这个事实 她把江源所在内外这个事 我可能会不原谅她 一次不原谅 两次不原谅 三次不原谅 四次五次六次呢 都算是我不原谅 那么也不会有今天这个案子 就算有今天这个案子 还要有这么多人谴责她吗 对法院这个判决实际上 是对她的一种教育 想让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但是 她始终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感谢观看